圣节 作者莱尔 第九章 罗德 一个警示 但罗德迟言不走 创世纪十九章十六节 为着造就我们而写成的圣经之中 既包括一些榜样 也包括一些警示 他们告诉我们应当效法什么 又应当避免什么 这句圣经中的人物被作为全教会的警示 他的性情由短短的一句话阐明了 迟言不走 让我们花一些时间来研究一下这个警示 让我们思想一下罗德 这个迟言的人是谁呢 是亚伯拉罕的侄子 他何时迟言的呢 在索多玛就要被毁灭的早晨 他在哪里迟言的呢 在索多玛的城墙之内 在谁面前迟言的呢 在两位被派来要领他出城的天使面前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迟言不走 这句圣经发人深省 意味深长 这话应当像号角一样 在每一位自称是基督徒的人耳边冥想 我相信 这话会使本文的每一位读者思考 这或许就是你灵魂所需要的话语 主耶稣命令你 要回想罗德的妻子 路加福音17章32节 在此 我邀请你回想罗德 我要分享 一 罗德本人是怎样的人 二 这段圣经告诉了我们关于罗德的什么事 三 他迟言的理由是什么 四 他的迟言带来了什么结果 若有人想要成为真正的基督徒 并且过圣洁的生活 我邀请他认真地读本文 让我们记住 若我们想要成为圣洁 我们绝不能迟言不走 我再说 罗德是一个警示 一 罗德是怎样的人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不愿忽略这一点 因为这特别针对我想要触及的那些基督徒 如果我们搞不清楚这一点 许多人读了本文后可能会说 嗨 罗德是一个恶人 是一个可怜的 邪恶的 内心黑暗的人 一个不信的人 是金氏的人 难怪他会迟言不走 但是请注意我说的 罗德不是这样的人 罗德是一个真信徒 是归正的人 是上帝的儿女 是一个被称义的人 是一个义人 你是蒙恩得救的吗 罗德也是 你有救恩的盼望吗 罗德也有 你是新造的人吗 罗德就是 你是走窄路尽永生的人吗 罗德也是如此 不要以为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是我自己虚构出来的 没有圣经的根据 也不要只因为是我说的 你就信 圣灵已清清楚楚的默示 称罗德是义人 是义人 彼得后书二章七到八节 这就证明了 他是蒙恩得救的 一个证据是 罗德活在一个罪恶的地方 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 彼得后书二章八节 他自己却不是恶人 一个人若是像但伊里那样 在巴比伦 像俄巴迪那样 在亚哈王的家中 像雅比亚那样 在耶罗巴安的家族中 一个人若在尼路的宫中 做一名圣徒 在索多玛做一名义人 那他就必定有上帝的恩典 与他同在 否则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另一个证据是 因为看见听见周围不法的事 他的意心就伤痛 彼得后书二章八节 因为看到罪恶 他就感到伤痛 忧愁痛苦和难过 这就像大卫所感受的 我的眼泪下流成河 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 我看见奸恶的人就甚憎恶 因为他们不遵守你的话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 一百三十六节 一百五十八节 这就像保罗所感受的 我是大有忧愁 心里时常伤痛 为我的弟兄我骨肉之亲 罗马书九章二到三节 若非有上帝的恩典同在 不会这样 另一个证据是 因为看见听见周围不法的事 他的意心就天天伤痛 彼得后书二章八节 他并不像许多人一样 最终变得冷淡或对罪麻木 对环境的熟悉 并没有拿走他敏锐的感受 许多人起初看到罪恶的时候 会感到震惊 但是最终变得对他们习以为常 乃至莫不关心 对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尤其如此 或者对在各处旅行的英国人 也是如此 这样的人常常对不守主日 和各样的罪变得麻木不仁 但罗德不是这样 这也是有上帝的恩典 与他同在的标记 这就是罗德 一个正直的人 一个义人 一个由圣灵自己印证了的 属天的子民 在我们往下之前 让我们记住 一个真基督徒可能有许多缺点 许多的不足 许多的软弱 但他仍然是一名真基督徒 我们不会因金字中掺杂了不少渣子 而轻看金字 我们一定不要因为有人的败坏 伴随着上帝的恩典 而低估了上帝的恩典 读下去 你会发现 罗德为自己持颜不走 付上了惨重的代价 但是在你读的时候 不要忘记 罗德是一名上帝的儿女 二 经文告诉了我们 关于罗德的什么事情 现在我们要来分享第二点 前面引用的经文 告诉了我们 什么是关于罗德行事为人的事情呢 这句话非常令人震惊 他迟延不走 我们越是思想当时的处境和时刻 我们对这话就越感到惊讶 罗德知道他所在的这个城市 糟糕的情况 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 在耶和华面前甚大 创世纪十九章十三节 但是他还是迟延不走 罗德知道要有可怕的刑罚 降在这个城市 天使已经清楚地对他说了 耶和华拆我们来 要毁灭这地方 创世纪十九章十三节 但是他仍是迟延不走 罗德知道上帝是不失信的上帝 如果他说了什么 他一定会成就 他是亚伯拉罕的侄子 和亚伯拉罕一起生活了很久 他不会不晓得这点 但是他仍是迟延不走 罗德相信有危险存在 因为他警告了他的女婿们 罗德说 你们起来离开这个地方 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 创世纪十九章十四节 但是他仍是迟延不走 罗德看到天使站在旁边 催促他和他的家人离开 在他的耳边回响着天使警告的声音 就是上帝要临到的愤怒 起来 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 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 创世纪十九章十五节 但是他仍是迟延不走 罗德在应该快的时候却是慢的 在应该往前走的时候却滞留不动 在应该动起来的时候却懒散不动 在应该快速行动的时候却拖拖拉拉 在应该火热的时候却是麻木 这真是极其奇怪的事情 这简直是不可思议 我们几乎不能相信这是真的 但是为着教导我们 圣灵就是如此漠视的 所以情况就是这样 然而 尽管这一乍看非常奇怪 但是恐怕在主耶稣基督的百姓中 有许多人就像罗德这个样子 我请每一位本文的读者 认真思想我所说的 我再重复一遍我前面所说的 这样你就会记住我的话 我已经描绘了罗德是怎样迟延不走的 我说了 在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和罗德非常像 有许多上帝的儿女 他们知道的远多过他们行出来的 他们看到的远多过他们实践出来的 然而 他们却在这样的状态中持续了许多年 真是奇怪 他们走了一段 却再也不往前走了 他们承认基督是教会的元首 并且喜爱真理 他们喜欢听好的讲道 对福音的每一项教义都认同 但是在他们里面仍然缺少了某种难以描述的东西 他们做出来的事情 常常让牧者和属灵长辈感到失望 真是奇怪 他们有这样的头脑 在为人形式上却停滞不前 他们相信天国 但看起来却不是那么向往他 他们相信地狱 但看起来却不是那么惧怕他 他们爱主耶稣 但是为他做的事情却是那么少 他们恨恶魔鬼 但是看起来却常常想要与他为伍 他们知道日子减少了 可是活着的方式却好像是天长地久 他们知道他们要征战 但是在人看来 他们却是在和平时代 他们知道他们有路程要奔跑 但是他们看起来却是原地不动 他们知道审判的主就在门口了 将来要有愤怒临到 但是看起来仿佛是半梦半醒 真是奇怪 他们已经成为这样的人 可是却到此为止了 对这些人 我们该说什么好呢 他们常常使敬前的朋友和亲人感到困惑 他们常常使人焦虑 他们常常给人带来极大的疑惑和省察 我们可以用同一个描述来将他们归类 他们都是罗德的弟兄姐妹 他们迟延不走 这些人在他们脑海中有一个观念 就是不可能所有的信徒都变得那么圣洁和那么属灵 他们承认高度的圣洁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 他们喜欢在书中读到有关卓越圣洁的事 他们甚至喜欢在别人身上看到高度的圣洁 但是他们不认为所有的人都要达到一个高的圣洁标准 无论如何 他们看来是在心里认定了 他们达不到这样的圣洁程度 这些人在他们头脑中对仁爱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是他们自以为的人爱 他们非常害怕被别人看为是不宽容和狭隘的 因此走了另一个极端 他们尽力讨每一个人的喜欢 符合每一个人 赞同每一个人 但他们忘记了 他们首要的应当是讨上帝的喜悦 这些人 他们害怕做牺牲 他们逃避舍己 他们似乎从来不把我们主的命令应用到自己的身上 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 就弯出来丢掉 若是右手叫你跌倒 就砍下来丢掉 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九三十节 他们都不否认主耶稣说了这些话 但是这些话在他们的信仰生活中从来没有位置 他们的一生都在努力使门变得更宽些 使十字架变得更清晰 但是他们从未成功 这些人 他们总是在努力的和这个世界和平相处 他们善于找到各样的理由 不从这个世界中坚决分别出来 他们有编造各样的借口 去参与令人质疑的娱乐活动 并且和有问题的朋友交往 这一天 他们参加茶经小组 另一天 他们就去参加舞会 这一天 他们进食领圣餐 另一天 他们就上午去赛马场 晚上去看戏剧 这一天 他们听了某些慷慨激昂的步道家讲道之后 几乎不能自己 另一天 他们就被一些世俗小说感动得痛哭流涕 他们不断地努力说服自己 与世人的立场有一些交集是有益处的 然而 他们的光景说明了 这么做没有益处 只有害处 这些人 他们不能从内心中与自己顽固的罪征战 无论那罪是懒惰 好意勿劳 坏脾气 骄傲 自私 缺乏耐心 还是别的 他们容让罪 安然地居住在他们心里面 不被对付 他们说 这是出于他们的身体原因 这是他们的性格 这是他们的气质 这是他们的试炼 这是他们的行尸为人的方式 因为在他们出生之前 他们的父亲或母亲或祖母就是这样 所以他们不能不这样 如果你几年之后再见到他们 你听到的还是同样的话 然而 归根结底 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 他们都是罗德的弟兄姐妹 他们迟延不走 如果你是一个迟延不走的灵魂 你是不会喜乐的 你知道你不喜乐 如果你喜乐了 那就奇怪了 迟延不走 必然会毁坏一个基督徒的喜乐 一个迟延不走者的良知 会拦阳他享受内心的平安 或许有一段时间你跑得不错 但是你离弃了你起初的爱心 从此你再也感受不到同样的平安 直到你行起初所行的事 启示录二章五节 你就像彼得一样 当主耶稣被捕之后 你从很远的距离跟随他 也像彼得一样 你会发现这么做是不令人喜乐的 而是苦涩的 来看一看罗德吧 记住罗德的人生故事 思想一下罗德的迟延不走 要成为有智慧的人 音樂